美国通货膨胀已经一年多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 美国的CPI指数一直是高于8%的 以至于上期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说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终于站出来道歉 说他失误了 因为去年的时候耶伦就说 大家别担心啊 美国的通货膨胀是暂时的 几个月之后就没事了 而且通货膨胀不会很严重 可今天耶伦终于意识到了 他对形势有所误判 美国通货膨胀是长期的 而且是40年来最高的 更关键的是美联储最近一系列的行动 连续两次降息缩表 都没有使得美国这个通货膨胀 能迅速的降下来 所以美国政府也马转了 美国人也担心 这个通货膨胀高居不下会怎么办 尤其是在最近这一两个月以来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之下 美国油价是离奇的高 以往我们跟大家聊过 对于美国普通人而言 你这个通货膨胀虽然严重 但是好歹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人均GDP超过6万美元 美国普通人真正花在吃上的钱 他比例并不是很高的 所以你面包涨点价格 鸡蛋涨点价格 牛奶涨点价格 美国普通老百姓是能够承担的 就像有的争产阶级说 我可能以前一个礼拜要去一趟超市 花400美元买全家的吃盒 现在我一个礼拜要花600美元 确实多了200美元 但是美国中产阶级是能够承受的 可问题是油这个事它不这样 为什么 一方面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 美国人对于油是非常依赖的 另一方面在过去几个月 美国油价涨的过于离谱了 离谱到什么状态 对比一下我国啊 我国今天油价也不断的上涨 但是这半年以来 我们的92号起油 大概从6块多涨到了9块多 涨了40%到50% 可是美国全国的平均油价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暴涨了超过一倍啊 今天全美各州的平均油价 已经接近5美元每加轮了 半年之前这个数字大概只有2点多美元而已 更不要提有一些油价贵的州 现在都六七美元一加轮了 所以前两天美国推特有一个热搜 想念特朗普 为什么曾经被很多美国人所唾弃的 这位前总统登上了热搜榜呢 因为有些人是突然找到了 特朗普此前的一个发言 特朗普当时就说 在我任内 美国的油价是2块多一加轮 如果拜登选上了美国的油价至少是四五块一加轮 一语成衬呢 特朗普可能自己都没想到 他这个预言怎么这么精准 而更悲催的是 美国油价上涨这个事了 他恐怕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还会持续涨下去的 我们以前就说啊 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不是太相似 对于我国大部分老百姓而言 家庭拥有轿车啊 也就是最近五年十年的事儿 更不要提说实话 虽然我们今天一年能卖超过两千万辆车 但是大部分中国家庭还是没有车的 即便对于那些有车的家庭而言 大家可以轻松的做一个决断 那就是当油价上涨之时呢 我先暂时不开车 我可以乘坐公共交通 反正我们的公共交通是那么的发达 公交地铁快轨是应有尽有的 而且以往我们也很习惯于乘坐公共交通 或者共享单车出行 所以我国普通老百姓 对于油这个问题不是很依赖 美国老百姓行吗 当然不行了 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是住在郊外的 是远离城市的 人家的单程通勤就几十公里呀 在美国没有车你简直是寸步难行的 所以当油价上涨之后 对于每一个人 那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你没有公共交通可以替代 你每天必须忍受这个高油价继续出行 那么当然你的生活品质就会有所下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个月 美国政府交投烂额的原因 马上再过几个月到11月份 就中期选举了 对于普通美国老百姓而言 大家这个选票投出来的时候 我最终要考虑的是什么 我当然要考虑俄罗斯打不打乌克兰 我当然要考虑中国经济绝不崛起 但是我最终要考虑的就是 我的生活怎么样 我有没有赚更多的钱 我有没有享受到更多的物质 如果拜登这个政府让我赚不到更多的钱 物价飙升 那我就不能投他 所以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啊 高油价是致命伤 因此拜登政府也急于找甩锅的对象 比如说先把财政部长耶伦当做替罪羊推出来 美国高通账啊 是因为财政部长判断失误 接下来呢 又甩锅给中俄 美国的政客说 油价为什么高涨 是因为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了 我们要制裁他 没办法导致这个油价飙升 还有政客说 哎呀 中国现在疫情结束了 中国这个经济恢复 需求强劲 所以呢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又会推高全球油价 可问题是 凭什么不让我们经济发展 你可以使用汽油 我们就不可以使用汽油啊 就像若干年前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的那句话 如果14亿中国人都过上美国这种生活 全球资源加起来都是负担不了的 那么难道我们14亿中国人 就不可以过美国人这种幸福生活了吗 当然不可能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美国这个高油价呀 说实话 这或多或少都是美国政府自己酿的苦果 倒退几十年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 全球石油资源是有限的啊 照这样再开采下去 要不了个几十年 我们将面临一个石油枯竭的状态 可是这种说法已经产生几十年了 全球石油供应还是非常充足 甚至有人说啊 随着新技术的产生 我们会发现全球的石油资源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因为我们总可以勘探那些更深层的土地去求得石油 所以很显然我们不会因为石油供应的不足而遭遇到价格的提升 那么为什么这几年来石油价格不断攀升 美国政府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美国经常性的长臂管辖 美国经常性的制裁他国 导致了全球石油供应的不稳 以及价格的飙升 特朗普时代大家记得吧 美国相继制裁了委内瑞拉和伊朗 因为要推翻马杜罗政权 美国坚决不允许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 甚至把人家委内瑞拉卖黄金的钱通通扣在了英格兰银行 对于伊朗更是狠啊 特朗普政府宣布 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 你都不可以去买伊朗的石油 你要敢买伊朗的石油 我们就制裁你 我们就打击你 结果使得伊朗的石油出口一落千丈 今天伊朗的大量石油出口 还都是绕过美国政府的监管 用走私的方式偷偷摸摸出口的 有人可能说 虽然伊朗委内瑞拉都是石油出口大国 但是相比于全球天量的石油需求呢 他们的出口份额还是少的 然而俄罗斯呢 为了制裁俄罗斯 使得全球石油供应不稳 油价飙升今天已经超过120美元一桶了 可能有人会说 这个事是美国政府控制不了的呀 这个事不是人家俄罗斯打了乌克兰 然后美国迫于无奈 联合他的欧洲盟友去制裁俄罗斯的吗 事情真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了 乌克兰战争的导火索 不就是在美国的挑拨之下 乌克兰非要加入到北约 让俄罗斯感觉到非常不安全 不得不先发制人导致的吗 可以说这一切都是美国的安排之下 美国就是要拱火 就是要搞坏俄乌关系 搞坏俄欧关系 然后他自己再发战争财 占便宜 本来人家德国和俄罗斯一起修建的北纪二号已经完工了 在美国多年的制裁阻挠之下艰难的完工了 刚刚准备通勤 美国一看我正面战场阻挠不了你 干脆我就下狠招挑动乌克兰 导致今天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彻底破裂了 美国打的小算盘或许是这样的 我联合欧洲盟友去制裁俄罗斯 把俄罗斯的经济搞垮 甚至把普京的政权搞崩溃 然后重新扶持一个亲美政权 到时候石油还是可以继续出口的 美国觉得他不需要亲自下场 但是他有着经济核弹 然而他没有想到俄罗斯的经济今天兼顾的像堡垒一样 人家有足够的能源 人家有足够的粮食 不但可以自给自足 还可以大量的出口 于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制裁之下 一方面俄罗斯可能出口能源稍微少了点 但是没事了 人家的出口能源单价巨幅提升 所以俄罗斯最近几个月赚的正是盆满钵满 根据俄罗斯中央政府公布的数字 在过去几个月 俄罗斯消除了通货膨胀 经济正增长 卢布的币值回到两年的高峰 更关键的是 俄罗斯中央财政又多赚了很多很多钱 以往就有经济学家提出 相比于过去两年的低油价 如果2022年国际油价维持在90美元每桶的高位 那么俄罗斯中央财政将多赚超过500亿美元 现在国际油价已经到120美元一桶了 您想想俄罗斯能多赚多少钱 而与此同时 美国的拱火 美国的制裁 不单没有把俄罗斯经济搞垮 不单没有使俄罗斯失血 反而让欧洲和自己失血过多了 欧洲那些国家经济跟美国没法比 所以他们现在通货膨胀更严重 欧盟几十个国家中三分之一的国家 现在面临的是双位数的通胀 有的国家通胀都超过20%了 欧洲这些国家在能源上 本来是极端依赖俄罗斯的 但是没办法 现在你再去买俄罗斯的能源 就是自敌行为 所以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做出了决议 有的是到今年年底 有的是到明年年底 他们将不再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可是你不去买俄罗斯的能源 你买谁的 这会进一步加剧 全球能源供应的紧张 那么由于供求关系 能源价格自然会不断的飙升 以至于这样的苦果 不但欧洲要吞下来 美国也要吞下来 可能拜登觉得美国家大业大 通货膨胀高一点没关系 油价高一点没关系 可是美国普通老百姓受不了啊 而且这个事儿眼看着是遥遥无期的 俄乌战争要打多久 不知道 对俄罗斯的制裁什么时候解除 不知道 但是知道的是 整个欧洲在未来几年 在能源问题上会彻底和俄罗斯脱钩 那么脱钩之后 欧洲就只能到国际市场上 去买别的国家的能源 然后就会造成能源供应的不断紧张 所以确定的事儿是 美国的通货膨胀和高油价要持续很长时间了 这一点是美国老百姓所不能忍的 所以啊 以至于今天拜登政府都只能偷偷摸摸的修改他的某些政策了 比如说本来是不让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 本来是制裁伊朗不让他卖石油的 但是今天考虑到石油供应的不足 美国政府开始争一眼闭一眼了 对有些公司转卖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石油 不再理会不再制裁了 甚至就说俄罗斯石油这个问题上吧 人家俄罗斯现在就披露了 美国一方面啊 通过决议说不允许在进口俄罗斯的石油 而另一方面在紧定生效之前 美国公司大量的进口俄罗斯石油 而另一方面欧盟这边都有些松动啊 欧盟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 他们说我们本意是要打击和制裁俄罗斯的 但是由于欧盟不去买俄罗斯的能源呢 使得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价格飙升 那么俄罗斯把这些能源卖给亚洲国家 他会赚更多的钱 这样形同于我们帮助俄罗斯发了财 因此欧盟下一步有可能这样 干脆还是我们去买吧 我们买了俄罗斯能源之后呢 由于供应提升了 所以国际能源价格降下来 那么俄罗斯反而赚不到那么多钱了 欧洲人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解套 重新开始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这确实是个无奈之举啊 但我觉得这或多或少是一个务实的方案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整个欧洲确实对俄罗斯能源是极为依赖的 你突然来个一刀切 不去买俄罗斯的能源 表面上讲你是制裁俄罗斯 实际上讲人家俄罗斯能源卖给谁不行 为什么非得卖给你 你这不就是制裁自己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 美欧这次制裁 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今天美国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可是这一切的苦果 不就是美国人自己酿下的吗 他以为凭借他强大的经济优势 可以迅速的摧枯拉朽般 把俄罗斯经济打翻在地 然而通过这场战争 我们是真正看到了美元的虚弱 和什么才是真正的硬捅货 对于美国而言 如果他不迅速调整政策的话 恐怕这个高油价之苦 还要背负很长时间呀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